以前大陸是希望能够跟美国 维持比较好的关系 所以很注意到这种氛围 就是尽量融洽 但是现在看起来大陆已经 没有这打算了 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这个打算了 所以那就是直来直往 肩膀怒章 硬起来 对硬起来 你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过去大陆的 新闻的处理是比得慢一点 也就是说通常都是 讲完了以后先看你对方 你的新闻怎么发布 我再来发布新闻 可是这一次很明显的是 大陆的新闻发布比美国快 美国都还来不及发布 大陆已经在第一时间 把他雪峰 他的所有的谈话的内容 就是中方的立场讲得很清楚 所以您刚刚有提到了 就有两份清单的 就直接就丢出来了 而且把这段时间 美国怎么把中国制造加想敌 所有的问题都直接就挑出来 所以大陆的很明显的 他的外交的手法 跟他的政策已经是不一样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对待俄罗斯 对待他的其他的国家 是采用非常温和的 可是对待美国 就采用非常是自来自往 非常强悍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东西牵涉到几个问题 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对抗 我们要先来看 到最终假设了 就是直接撞在一起打仗 那打仗的话 大陆怕不怕打仗 大陆的工业体系是完整的 美国的工业体系不完整 例如说假设两边一旦交战 美国很有可能在第一时间 他们的百姓就买不到卫生纸 因为他的卫生纸几乎都是要 中国大陆在那边供应 那你想想看 卫生纸缺 然后打那个抗生素的药也没 止痛药也没 然后那个打针的那个针筒也没 然后那个卫生器材也都不够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因为这些美国是富有的 但是美国的富有 很大一部分是在高科技的产业 还有在于金融的产业 还有美元 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制造业 已经空洞了 移动了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本身是脆弱的 因为它连半导体没有台积电供应 它F35都飞不起来 那你想想看一旦战争的时候 台积电就不可能供应它 这个5奈米的晶片 你F35一架都飞不起来 那就不用讲稀土了 没有稀土美国的手机也好 美国的导弹也不用再制造了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双方之间都不可能打仗 也不愿意打仗 那不可能打仗也不愿意打仗 所以军事上的动作都是虚张声势 因为都不会打 都不会打那就是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你就下不了 只要任何一方不被你吓倒 那就那些动作就没有意义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 就把军事的东西都拿走了 然后再来看它那个要拉盟 拉盟你说拉日本韩国也拉不起来 就日本拉得起来 但是日本本身经济又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它的暖热又很强 欧洲这个部分德国法国拉不起来 意大利它也没办法拉 只能拉一个英国 那英国现在也弱了也小了 也拉不起来 那在亚洲只能拉印度跟澳大利亚 这一些都影响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那既然都影响不了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在这一次的对谈里面 大陆对经济的问题都连谈都不谈 因为波音到目前为止 一架都卖不出去 就是一架都卖不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美国它确实是有压力 尤其是明年的期中选举就要到了 那如果期中选举 你看在当天的时候 这个宣漫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 当天大陆就宣布 对于美国七个高官 有三四位是卸任的 但是卸任的还是在华府 有政治影响 你都部长级的 就罗斯就直接宣布制裁 这个制裁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都不能够到香港 澳门中国大陆 而且他所服务的公司 中国大陆的公司 金融银行所有的 不能够跟他的服务的公司有来往 那你想如果你是美国的公司 假设我今天聘你罗斯 然后我跟中国大陆有业务 但是你的罗斯被制裁了 那也就是说你服务的公司 不能够跟我以后来往 我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请你走路 还是让你留下来 然后我跟中国大陆的经济 的市场断掉 这个你要做选择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宣布 美国人才会说我没有在怕 我没有在怕 其实还是有怕 因为还有现在的这些官员 美国的现在官员 他们都是打零工 因为你台湾的政务官也一样 都是打公仔 干个两年三年就下台 在美国的这些官员下台 就是去跑到那个 他们的大公司里面去当 当一些位置 那如果说以后美国的大公司 例如说你要到微软 或是你要到苹果 然后这些公司 都有跟大陆做生意的话 他们都不敢聘你 那你这个官当的就奇怪了 可是全世界500大都跟大陆 有做生意 都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那你以后在美国当官的 卸任以后你只要被宣布制裁 你都不能够到那个美国的 这些大企业去服务 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 也有经济上的一个考虑 所以你会看到 彼此之间确实在经济实力方面 所以拜登的焦虑说 中国可能会赢 这不是空穴来风 我觉得都有评估啦 只是说目前来讲 大家都要虚张 绅士都要装得很强 很强悍 每个人都要装嘛 那就是问题就在于 时间一直在走 然后科技一直在发展 然后就到最后最终 摊牌的时候就看谁 真的最有力量 那就是谁赢谁输 如果以品种购买力来讲 中国大陆早就超过美国了 那这个也就是 大陆有底气也是在于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以品种购买力 也就是说 同样一瓶矿鲜水 假设在美国卖五块钱 在大陆卖两块钱 那我们把它换成 一样的汇率的话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 早就超过美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 大陆当然很清楚的知道 它的底气在哪里 那它的软热 例如说高科技的东西 这次半导体被控制住 那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半导体 就做不出来 它只能够做 例如说28奈米以下的 那28奈米以上的 它都做不出来 这样的情形 有软热也有在美国人手中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陆活得过去 还是活不过去 目前看起来是活过去嘛 因为它的外汇顺差 它还是在扩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美国它本身因为制造业 我觉得制造业空洞化 对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伤害 美国当时制造业离开的时候 对美国就是一个大伤害 好 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室人数 已经很快突破了一万人 那记得要按赞 因为这个按赞数 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那我们讲到呢 其实这一次天津会谈 中方也向美方开出了两份清单 所以导播直接给我下一张 我们来看看这两份清单是什么呢 好 主要呢 其实两个重点啦 一个就是要求美国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好 有没有 要求美方呢 纠正错误对华政策的清单 这第一份 那么第二份呢 就是中方关切重点个案的清单 好 在纠错清单里头呢 包括了要求这个美方呢 能够撤销对像是 中国共产党员家属的签证限制啦 还有以及相关官员的制裁啊 好 同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啊 好 那么另外呢 在重点关切的个案清单里头呢 也包括了像是中国公民在美国 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啊 以及排华的部分 那这些呢都希望向美方表达严重的关切 希望美方呢能够尽快解决 好 我想请教这个预防委员 怎么样来解读这中方向美方提出的这两份清单 因为这两个清单其实 某种程度也是代表中国大陆最头痛的事情 最头痛 最头痛 就是经贸它这样打击中国大陆的企业 因为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国力 都植基于经济力量之上 苏联帝国为什么垮台 就财政垮掉了嘛 财政垮掉了嘛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知道说 它的企业要能够健全的 安然的这样一个存在 然后不受外界的打扰好好去发展 那中国大陆才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发展它其他的这个层面这样子 所以它一定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停止 再干扰中国大陆的企业 譬如说台积电就不能再卖 高阶的晶片给华为嘛 是吧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它干涉所谓的 譬如说香港问题啦 或新疆问题啦 这个也带给中国大陆很大的困扰原因是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 所谓的国际道德的问题 它譬如说你在这个新疆 你什么劳改营等等等等这样子 还有香港啊 你打压香港的民主波动这些 这个就会让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 由于自知分子会去同情 这个这些 所以香港或者是新疆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也会对中国大会有反感 那中国大陆当然认为说 你应该拿出确实的证据 那我觉得这场会议是上一次 阿拉斯加那场会议的延续啦 因为那场会议说实话对美国来讲 它很不爽的就是 我美国立国两百多年 第一次在一个国际的场合 当着全世界的人的面 我的国务卿被你杨洁篪这样的羞辱 美国真的忍不下这口气非常的生气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真的担心 他觉得中国大陆就是 一副节目低头的样子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大家看起来军事上冲突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如果政治气温继续坏下去 那就很可能拆枪走火 重演譬如说在南海的 这个美国军机跟中国大陆军机 插撞了这个事件 所以美国认为 这个不是他想要的 各位只要想一件事情 美国用16年的时间 才走出越战的阴影 去打那个 去打那个波斯湾战争 整整用了16年的时间 才走出这个阴影 然后他现在打了 差不多20年的战争在阿富汗 伊拉克其实还有 美军也在那个地方 只是人数不多 从阿富汗走 而且走的时候是班清晨3点钟的时候 溜掉了 你就知道美国是多么的害怕战争 美国其实也不能说是低调的节奏 而是说在这一次的话语权 因为主办方在中国大陆 那话语权 中国大陆已经一改过去外交上的方式 那中国大陆过去外交的方式 最主要的是因为 例如说他比较在乎 我们两国的氛围要好 那我是来交朋友的 所以通常中国大陆的外交的 对外的公布 他会慢一点 先看你怎么讲 我再怎么讲 这样的一种回应 那你很清楚地看到 现在大陆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一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已经定位了 就是你美国 就是一定要把我中国 制造成为假想敌 假想敌是人为制造的 这个概念是王岐山 在七月的时候正式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对着美国的商会 的这些领袖 王岐山就很明确地讲出来 今天中美的关系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紧张 是你美国错误地 把中国定为假想敌 那问题就在于美国没有假想敌 是不是就活不下去 确实美国如果没有假想敌 他就活不下去了 因为美国他的国家的组成 他原本就是13周 各不相隶属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有分裂的基因 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 美国由于有分裂的基因 那美国如果怎么样 不要让他的国家分裂 就必须要有外在的威胁 不管是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管是月战 韩战 月战等等 你会发现美国每一年 一天到晚在外面作战 他主要的就是要制造 美国国内的一种紧张 恐慌 压力 所以当前苏联的假想敌没了 那就一定要再炮制 所谓的邪恶的这个伊拉克 朝鲜 伊朗 利比亚 然后流氓国家 然后接着就是国际恐怖主义 等到这些宾拉登都被抓了 然后伊拉克也被弄了 然后阿富汗也被 塔利班也被打掉了 所有的都打掉以后 那美国人加州 慢慢又要想要独立了 德州也要独立了 然后这个路易斯阿纳州 夏威夷阿纳斯加都想要独立 这样子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不行的 所以再制造一个假想题 那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大陆会不会威胁到美国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 在安全上 中国大陆不可能威胁到美国 因为隔了一个太平洋 中国大陆没有理由 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大家所共同周知的 也就是连美国自己也都很清楚的 就是中国大陆 确实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 而且大陆是会超过美国的 我就举7月25号 德国的世界报 德国的世界报写了一个专栏 而且这个是德国很有分量的一份报纸 他就专门谈到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 他就谈到了 确实他们的评估里面认为 全世界唯有中国会在10年左右超越过美国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在世界的这些最强大的国家 准备要让位了 那他是从五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方面 他就提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国民所得 人均所得只是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 美国人是中国的四十倍 可是现在才四十年不到六倍 而且这个差距在缩短 然后在2018年疫情前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只占美国的百分之六七 可是一个疫情现在占百分之七十 一估十年 中国大陆整个经济超越美国 好 那么在军事方面 中国大陆现在的海外的军售 排名全世界第三 可是中国大陆还没有打算 要卖他的战略武器 如果大陆打算要把他的隐形战机 把他的这个052的这种战舰 把他的坦克都要卖的话 那他很快的就会超越俄罗斯 然后开始逼近美国 跟美国抢夺全世界的这个军事的地盘 这个抢夺这个军售的地盘的意义在于 军售就会牵涉到你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如果大陆愿意把他的武器 卖给中东 卖给非洲 卖给中美洲南美洲的这些国家 那不得了了 那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军事的地位 那另外在太空这个部分 他已经讲了 2024年以后国际的太空战 整个要除异 全世界只要中国大陆 所以他做了各种比较分析 甚至连高科技 智慧财产权权 他们的分析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现在每一年像联合国 他们现在申请的已经到了六万七千多件 而美国也不过就是五万八千件 美国都已经落后了 美国现在唯一能够赢的就是质量 质比较多 数量比较差 但是中国大陆在质方面一直在赶上来 它的高等院校 排名全世界百大的 一直在增加 这样的一个情形 美国现在唯一有优势的就是好莱坞 就是流行文化 有国际级的巨星 中国大陆还没有 讲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焦虑我们都可以完全理解 就是说他已经快要失去大国的地位 快要失去大国的地位 他的焦虑 他目前来讲就是希望能够压制中国 让他不要发展成功 努力要做这些事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您是大国 美国做这些动作 那你会屈服吗 那当然不会屈服的情形下 彼此之间你美国越压 那中国大陆抗的当然就越强 抗到越强的时候 最后那就是准备到最严重的地步里面 那就是摊牌了嘛 就是打仗嘛 但是问题就是双方又打不起 我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谈到了 美国已经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就是没有制造业的体系 中国大陆有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 这个仗一打的话 美国根本就会崩 因为美国靠的是金融高科技跟服务业 来斥撑它的经济 可是这种国家是不能够打仗的 因为这种国家如果跟一个 拥有制造业的跟它相等样的大国打仗的话 这个国家真的它一旦战争开打 它会缺这个缺那个缺那个 因为它没有完整的工业制造链 它连衣服牛仔裤连卫生纸都不够的 它都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耐得住跟大国打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美国也很清楚知道 它是外强但是它已经中干了 而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虽然比美国还低一点 但是中国大陆却是很扎实的一个 一个国家这么扎实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想美国只能够玩商人的那一套虚张绅士 可是那一套虚张绅士 在一个五千年文化的中国人眼中 坦白说真的是小儿科 所以美国玩来玩去演来演去的时候 跑来跑去你看 他们的这些部长外交人员 在全世界这样飞来飞去 跑来跑去 可是一个五千年的中国 在看待他们这样玩的时候 其实都会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东西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在这一次的谈话中 我的估计 我的估计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薛曼去美国之前 五天内 美国不是有军机三次到台湾来吗 就是有三次的军机到台湾来 那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不是讲话中改变了过去的 讲话方式 我很留意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很留意 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空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你的国有飞行器 飞到中国的领空 这个是违反芝加哥的航空条例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想如果美国的飞机 假设有一天 美国又求流从群岛 又飞了一架军机 就是军用运输机 或是行政专机 飞过来的时候 如果中国大陆的 尖就是攻击机 四架或是八架起飞了 然后跟着他飞进台北上空 你说怎么办 也就是我要驱离你 所以我半飞你进来 然后他在台北降落 他中国大陆的飞机 就已经进入了台北的上空 你台湾你打还是不打 现在我很笃定的说 美国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跟台湾通报 他们的谈话内容 可是他们两轮的谈话里面谈了六个小时 对 而且一直在强调是非常深入坦率 对 非常深入坦率等于是双方把很多的很敏感的 然后的问题都已经在交换意见了 就是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告诉你我的想法 然后彼此之间都在交换意见 而且交换到很深 各位想想看 这些长有权力的人 谈话谈六个小时 他们没有像我们一般来讲 在去应酬的时候 或是聊天 那个风花雪夜这样子聊 没有 谈正式谈六个小时 扎扎实实的 那是扎扎实实的 所以有多少议题都在谈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蔡英文他们应该是焦虑 但是也无力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美国也没跟她通报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一回事 然后会不会被美国又出卖了 然后或者是说 美国会答应中国大陆怎么样 她一概不知 一概不知的情形下 你看对于一个蔡英文来讲的话 她等于是没有任何本事 因为她一概不知 她就无能 她也就无力感 她也就无奈 然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蹭蹭 我们拿金牌的那些运动选手 然后去蹭蹭她 然后在脸书打打卡 或是写写那些文青式的语言 好像就是说 他们的成功跟她有关系 鬼扯 我们的运动员的成功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人只要成功的运动员就去蹭 那问题就是说 没有名次的运动员 你应该去关怀吧 你应该去体贴的去照顾她吧 也都没有 现实啊 就是人是政治人物是这么的现实 每天计算的都是政治利益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利益 他不是考虑 他是考虑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他的党的政治利益 这个就是我看到政党 尤其是看到台湾的这些民进党 为什么会那么讨厌 就是因为太自私了